我們先一樣把那個104的題目檔裡面總共會有四個檔案 先把它放到Photoshop裡面 所以呢你就下載104的題目之後把這四個檔 拖拉到那個我們的 這個Photoshop裡面 那各位看一下基本上把TIFF這個檔案放在最右邊好了 這個是最後看到的結果 盡量越接近越好 OK第一個 第二個他要我們把這個壓制放在這個圖檔裡面 不過這個圖檔目前的解析度 各位可以看到他的解析度是多少 有沒有看到50x50 那他希望第一步50x50 他第一步不是說因為前一題是開一個新的檔案是800x800 那他是希望你不要重新開一個檔案 你把這個50x50改成800x800 意思就是說 我不重新開但是我要修改 怎麼修改 所以第一個 你要了解在Photoshop裡面 怎麼去變更他的解析度 從原來的50x50改成800x800 第一步 第二步的話呢 就是說呢 他要把那個 這個壓制 把他填到50x50 反正50x50變成800x800 那我們先做第一步 先把這一張50x50 變成800x800 其實用拆的應該可以拆得出來 應該是哪一個 影像裡面的什麼 應該可以拆出來 影像的尺寸嘛 尺寸點一下就好了嘛 用拆的也可以拆 所以有些東西 真的不需要背 有的時候其實上面都有告訴你 名稱中文都看得懂 這就不是英文版 不過有些公司可能又裝的是英文版 OK 如果英文版你可能反正就是 89不理 使用拆的也可以拆 你就把它50x50 改成什麼 800x800不就好了 這樣就OK 確定 馬上改完了 如果你 這招不會的話 重新開個檔 也可以啦 不過這一題他是希望 你要用 主要是要學會這一招 影像尺寸部分 其他還有像什麼 版面的尺寸 你其實也可以看一下 就是說呢 他這個版面尺寸跟 那個影像尺寸 最大不一樣 是說 如果你今天是希望怎麼樣 是希望上面增加 那你可以選這個 他變成說上面增加50個像素 可不可以 可以啊 比如說今天希望 寬一樣是 800 高變成850的話 那你可以這邊向上增加50個像素 你們可以自己玩玩看 版面 OK 他可以 哪一個方向 去做增加 可以用版面尺寸來修改 OK 那有興趣 這個待會自己可以玩玩看 用那個影像裡面的 影像尺寸變更 好 版面尺寸自己在玩玩看 再來的話呢 我們要做什麼呢 把那個 鴨子 這一支 不是這個 應該是這個 這個鴨子怎麼樣呢 放到我們 剛剛 800x800那張圖 那總共剛好 因為這個鴨子 他的尺寸 剛好可以整除 你可以發現 他高度好像剛好 200x200吧 我看這一張圖 有沒有 你會發現 其實 為什麼要大家去改底下這個尺寸 因為這樣一目了然 200x200 那實際上就剛好 如果你把它放到剛剛這張圖的話 剛好就可以 整除 200 剛好四個 不過問題來了 我要怎麼樣 剛好把它放過來 剛好 就是 放成 總共 16個 鴨子 不過你第一個想到 之前我們做過嘛 這邊什麼 Ctrl A C C 對不對 然後這邊的話呢 Ctrl V 有沒有 一直壓著過來 但是問題 你要 再來 放過來 放到這邊 他好像會 自己吸上 吸附上去 可是問題 一支 有16個 難不成你要複製貼上 16次嗎 如果你要這樣做 可不可以 其實也可以 只是太浪費時間了 在那個Photoshop裡面 有更簡單的方法 什麼更簡單的方法呢 一 先把 這一張圖怎麼樣 我先取消選舉 我們不要用那一招 因為那一招太慢了 取消一下 一請你把這個東西變成什麼 編輯裡面有個定義 圖樣 那所謂的圖樣就是說 你到時候可以把它 整個 把它當成是 一個 它叫圖樣 填入填滿 它會自動幫你填滿 自動化 所以一一怎麼樣 把鴨子先定義成圖樣 它會出現說 你這個 名稱要叫什麼 我們就叫預設到 或者你打個鴨子 也可以啦 反正這個圖樣 就是 看圖應該就知道 一按確定定義圖樣 把它變成圖樣了 第二步的話呢 你可以切到剛剛這個800x800 這張圖裡面 編輯裡面 也是一樣用什麼 填滿 那填滿呢 之前我們是什麼 填滿什麼顏色 比如說填滿黑色 填滿 不過呢你會發現 在填滿裡面 會有一個 功能 叫填滿 圖樣 意思就是把剛剛那個圖樣 幫我整個填滿 然後會自己 按照它的 它的順序 從 上到下 從左到右 幫你全部填滿 填滿 所以 這邊的話 一先選 圖樣 二的話呢 請你找到這邊 我們剛剛有定義過了 如果有定義的話 你就選其中一個 選圖樣 按確定 它就全部幫你填滿 這樣應該比較快 不然的話如果說你將來有很多個 那就要花很多時間 其實 如果 不知道各位 如果說你要辦一些政見 是不是應該會用到大頭 大頭罩嗎 可是大頭罩如果去外面請人家拍的話 還要一個費用 那如果說今天假如說你要自己拍 其實也可以啊 自己沖洗也可以 如果你家裡有印表機 那可以印相片的最好 如果沒有的話你可以拿到那個像大賣場 或者像外面好像有沖洗電嗎 沖一張三成五或四成六 你把它沖洗出來之後 再把它撿一撿 其實也可以拿去 他辦政見應該OK 那這個當然後面我們會再提一下 第一個的話 編輯圖樣 先把這個變成圖樣 而且把它填滿過來 一一就完成了 第二部的話 他要我們做什麼 第二部呢 他希望 我們 這個剛剛 第二個做完了 就是把 圖樣給 加進來 那第三題呢 他要我們怎麼樣 把 這個 裡面有一個字 叫鴨子的字 把它放到那個 我們剛剛那張圖的中間 並且怎麼樣 放大10倍 然後呢保留鋸齒狀 保留鋸齒狀 然後可以參考 意思就是說呢如果今天希望怎麼樣 看到的結果 有點像是 這樣子的效果 來看一下這邊的話有一個 鴨子的鴨 放在這裡 但是呢 邊緣要有馬賽克的效果 OK那怎麼做 接下來的話 一一樣把鴨子旋起來 二把它貼到這個中間 Ctrl T放大 10倍的話本來100變1000 但是會有個問題 他這個字 Ctrl A C 有沒有 移到剛剛這地方 Ctrl V就可以 那10倍的話呢 就Ctrl加T 應該還有印象嗎 前面一直強調 請各位記一下 任意變形 這個非常重要 Ctrl加T 1000 就是10倍的話呢 就是 這邊把它鎖住 輸入 多一個零就可以了 1000 好 那你最後的話把它打勾 不過你會發現 打勾之後呢 有個問題來了 本來應該要有馬賽克的 可是你會發現 Photoshop 太貼心了 他為了說 不要讓你這樣 解析度太差 看起來怪怪的 所以他怎麼樣 自動幫你補點 自動補點很貼心 看起來就比較不會馬賽克 這麼起 但問題是如果我希望 就是保留的話 請他不要自己幫你 把那個邊緣 變得比較 柔順的話 這地方該怎麼做 其實這裡的話會有個設定 剛剛好像有用到過偏好設定 一般裡面 這邊可能你需要怎麼樣 他的那個 影像預設是什麼 內 差補點 意思是說 如果 實在是差太多 馬賽克太嚴重 他會自己幫你 最適合平滑 那所以 特別重要 如果說你要保留硬邊的話 記得把它改成什麼 保留有沒有 最接近像素 保留硬邊 記得要把這個改一下 效果才會做出來 如果你剛剛已經做 你可能要把它刪除 或者復原才才可以 請各位先試一下 把剛剛的 這個步驟我先完成 畫面先還給各位 他的設定設定一下 編輯裡面的 偏好設定一般 把它改成什麼 保留硬邊按確定 好 再來一樣的動作 Ctrl A C 然後把它 放到這邊來 Ctrl V 然後Ctrl T一下 並且把這個地方改成1000 1000的話就10倍 然後打個勾 你會發現 現在 馬賽克效果就保留了 他就不會自動幫你 把邊緣弄得比較流暢一點 好 這樣的話 第三題就完工了 第四題的話 就是做什麼 再做出外面這個效果 有沒有發現 好像有一些 這個效果叫什麼 題目裡面 他跟我們講說 這個叫做光譜的漸層 他要我們做什麼 一個漸層效果 叫零形 這個零形的效果 你可以從哪邊看到 這邊有一個 這邊點下去 一樣是漸層 之前用過 但是呢 請你把這個漸層改成光譜 光譜 光譜是哪一個呢 特別注意 是這一個 這邊有一個 光譜的效果 OK 那這個光譜的效果呢 把它 加上去之後的話 我們就 我們就 再來特別注意喔 光譜效果 找到之後的話 並且找到他有個叫零形的 所以 一光譜 這邊就要漸層 這個光譜 改成零形的 所以 1 2 3 再來的話呢 請各位注意一下喔 請你把剛剛這張圖 做一個效果啦 但這個零形呢 我做標準就是 拉過來之後放開 他會是零形的 有沒有 那如果你要讓他效果 加上去的話 請你 把它改成什麼 關鍵在這裡 顏色 本來是正常的 請你把它留下顏色部分就好了 有點像我們套用那個 好像有一個遮罩一樣的感覺 顏色 就出來了 可是你會發現喔 他這個地方好像有零形 可是跟完成的檔案哪裏不一樣呢 這邊 我剛剛看 這邊有沒有 你會發現他的那個 鴨子 紅色的部分好像到這裡 有沒有 所以其實這個零形 如果你要做的幾乎一模一樣的話 其實剛剛那個鴨子我剛剛漏掉了 把Ctrl Z 一下 復原一下 這邊的圖層 記得你如果要再增加 記得再增加一個圖層 所以新增放在上面 這個叫光譜 不要直接把 不然的話那個鴨子 那部分就被蓋掉 所以這邊 多增加一個光譜 然後 然後再做剛剛特別做 這個 2 3 然後呢 拖拉特別之外 因為我要到這邊 所以有個技巧 從中間 向外 拉出去 很多很多 大概多一倍 有沒有這邊就紅色 這邊有紅色 有沒有 意思是說多往外一點點 你們可以再試一下 然後把這個顏色改成什麼 改成 顏色 有沒有 這邊就剛剛好 怎麼樣的效果 最好 請各位參考一下 完成檔 最好兩邊 盡量沒有違和感 沒有說 點過去感覺 好像還是太出去一點點 有沒有 不過蠻接近的 但是你會發現還有個地方不太一樣 哪裡 有沒有顏色 這邊有沒有顏色 怎麼辦 對 這個怎麼樣 拉到上面比較好 有沒有發現 意思就是說我塗層不要被底下那個塗層蓋住 最後的話請各位把這一題 另存新檔 一樣是102 104 點PSD 把它存 存檔 然後另外的話呢 再另存一個什麼 JPEG 所以另存新檔 一個JPEG 然後直接把它儲存 底下不用設定 直接儲存 他問你說品質用預設就好了 你們交的話就104PSD 104.jpg 兩個塗檔 OK 那請各位試一下 所以剛剛的 比較重要就是說 那個塗層 也許 光譜 那個塗層本來在上面 你把它往下拉一下 兩個交換一下 那這個壓值的壓就不會被蓋住了 那盡量 效果 反正就是做到 比較接近 因為今天時間的關係 104 如果這個禮拜做不出來 你下禮拜交也可以 下一次也許你可以早點過來 然後 先把104做完 那下一次我們再來看106 就賦 你看106 來 這根先說 我們來看104p 我們來看104p 感谢观看